老師如果你要主持會議的時候 我們就從這邊有沒有 排定 這時候你可以把你的會議主題放進去 有沒有看到有自動幫你們產生一個密碼的 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們隨便打一個 那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你的時間是什麼時間 時區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他預設我們這邊好像 我目前測到的好像都會進到新加坡的主機 所以那個時區他會排在那邊 那這個時區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這裡有台北的有沒有 台北的時區 那什麼時間 你持續的時間大概是從什麼時間到什麼時間 好如果你確定好了 然後就按開始 這樣子他就會幫你把那個會議的資訊把它產生出來 因為這個是按下去就直接開始了有沒有 直接開始 那如果說你想要把這個分享出去怎麼辦 沒關係 你先往後退 我們剛剛按下去是不是就開始了 他是不是進到這個畫面 你可以先往後退回去 把苦一下 再把苦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第二場 你這樣 對不對 你就是回到我們剛剛登錄的那個首頁 你就會看到你剛剛所增加的 點開這裡 你把它點一下 詳細的那個會議資料就出來了 你看 有連結 有沒有會議號碼 還有你的密碼是不是都有 這樣就看得到了 所以您需要分享的就是看是直接分享這個會議的網址 還是你要給他所謂的會議號跟這個密碼 這樣都可以 這樣就可以使用 這種方式 就是我們剛剛跟各位提過的 他有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個人會議 一種是什麼 就是這種隨機產生的 那個人會議網址是固定的 你看回到會議清單 有沒有在這裡 就是你建立好安排好了之後 先往回走 回到首頁就會看到 那點他一下就會看到會議的詳細資訊 這樣大概了解了 好